这事情发生在1999年 在福山区的看守所里 那时候 我正在当地的一家报社的 社会新闻板块做一名小编辑 当时下面的一个乡镇派出所 处理了一起离奇的凶杀案 嫌疑人被审判的时候 全村的人都连名上书说情来着 造成了挺大的社会轰动 我们主编觉得有新闻点 便找了很多关系 给我安排了这样一次 采访嫌疑人的机会 这是我的工作证 跟咱们陈局打过招呼了 放心吧 我懂规矩 经过了层层的检查 一个看守所的民警 把我带到了犯罪嫌疑人 所在的监区的审讯室里 而我也在那里 见到了那个所有村民眼中 被冤枉的犯人 刘震丽 当时他正在看着那个布满了铁栏杆的小窗户发呆 你好 你是刘震丽吗 听见我叫他名字 他才慢慢转过身来 那的确是一个忠厚老实的男人 至少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 我的采访时间有限 我没有过多的寒暄 便直接问起了他杀人的动机和经过 我是报社的记者 想了解一下你的案情 你有孩子了吗 可他却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反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的这个问题把我问得一愣 难道这与他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孩子 我还没有 我也都是因为孩子才会这样的 果然我猜的没错 接下来 他说他杀人的起因 便是由他死去的孩子引起的 说到这里 他竟然低下头哭了起来 这一度让我十分的尴尬 大哥 你别太难过 我知道你也许真的有隐情 我的报道也许会对你的判决有帮助 听到我这么说 他转过了身 然后又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你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鬼吗 有没有鬼 我不好说 但是这世界上 的确有许多我们还解释不了的东西存在 虽然我对鬼神之说 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 但我知道 这个时候啊 还是顺着他的思路比较好 他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 叹了口气 开始跟我讲述了案情 有些事啊 我说出来 也不会有人相信的 我杀的那个不是人 是鬼 是个很可怕的鬼啊 可是他接下来的讲述 却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一场可怕的经历 他的家啊 是住在靠海的一个普通的渔村 全家靠着捕鱼养殖为生 可是就在一个月以前 周末放假的儿子在帮他收鲍鱼时 钓到海里淹死了 到最后啊 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为了这事 妻子没少跟他吵架 都怪你这个天杀的 要不儿子能死吗 你还我的宝贝儿子 其实妻子埋怨他也是有道理的 妻子曾主张要给儿子抱周末的补习班 可他觉得呀 孩子长大了应该干点活 可是没想到呀 就出了这种惨事 可是他的心里何尝不后悔呀 儿子今年都十四岁了 鸽子长得都有自己高了 他这个当爹的怎么能不心疼啊 可是对于老婆的埋怨 他还是忍着 这时候啊 孩子的姥姥来劝劫两个人 哎呀 现在炒有啥用啊 咱们还是找个阴婆 问问孩子有啥音乐没有吧 这孩子的姥姥说呀 现在应该找个阴婆过个阴生 把孩子的魂给叫回来 看看孩子还有没有未完成的心愿 两口子一听啊 还有这样的老理都不再吵了 决定还是挺老人的 咱们去找找邻村的老五婆吧 听说挺厉害的 第二天一大早啊 两个人就拿着礼物来到了不远的刘家村 可到了以后才知道啊 那个老五婆已经很多年不再帮人过阴看事了 人也搬到了村外去 打听了好久啊 才在一个上了年纪的本村人那里 打听到了她的住处 麻烦问一下 咱们村有个老五婆住在哪里啊 你们找那个怪老太太有什么事啊 从这往西走就能看到 谢谢啊 两人惊人指点 才在村外树林里 找到了她住的那个单独的小民房 虽然村民都说呀 这老五婆是个出了名的怪老太太 但是为了孩子 两口子还是敲响了她的门 五大娘在吗 敲了很长时间的门 一个老太太慢腾腾的开了门 两口子马上就迫不及待的 说明了来意 你们有什么事啊 五大娘 我们家孩子掉海里淹死了 您给过阴吵个魂吧 我已经不做那种事了 你们回去吧 那老太太啊 也果然古怪 连话都没听完 就冷冰冰的拒绝了两个人的请求 可刘震丽和妻子 就想最后为儿子能再做点事 听到老太太不愿意啊 当时眼泪就流了下来 苦苦的哀求了起来 大娘 我求您了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是啊大娘 求您了 也许是觉得两口子可怜 老太太站在门口 想了好久才松口 决定试一试 你们那孩子啊 是死在海里的 我年纪也大了 只能试一试了 谢谢您了 说着啊 就总算是把两个人让进了屋里 但是老太太就教她啊 做法事实 只能让孩子的爸爸在 而妈妈呢 却只能在外面等着 你在外面等着吧 这孩子啊 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万一见到你不肯走 那就麻烦了 而接下来啊 老太太跟刘震丽交代的事 也让她这个大男人 听得后背一阵阵地发冷 这大海里啊 什么都有 一会儿我去召唤孩子 可是万一有什么深处的 可怕东西跟上来 也不一定啊 如果万一上我身的 不是你家孩子 而是别的可怕的东西啊 你可千万不要手软 马上用这个杵把我杀了 千万记住啊 这老太太严肃地百般叮咛 让刘震丽心里 是一阵阵地发毛 她想啊 自己到时候 真的能下得去手吗 见刘震丽听明白了 老太太就闭上了眼睛 开始了过阴招魂 刘震丽见老太太 慢慢地失去了意识 好像魂是真的走了 周围的温度也似乎降了下来 变得很冷 而老太太刚才跟自己说的话 也开始让她重视了起来 攥着杵的手都开始了发抖 刘震说那时啊 她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千万回来的要是儿子 不然自己真的不知道 心该怎么办了 很快啊 老太太所说的一炷香时间就到了 可是老太太却一直没有唤醒过来 当那炷香马上就要烧完的时候啊 那老太太的身体啊 突然就开始了诡异的剧烈抖动 紧接着呀 她嘴里发出一声像是某种动物的尖角 眼睛就圆圆的睁开了 老太太猛的起身 碰翻了桌子上的香炉 朝着刘震丽不停的撕嚼着 她回忆啊 老太太当时的叫声和样子 绝对不是人类所能发出的 你到底还是不是五太娘 你别过来 刘震丽看着老五婆那可怕的样子 直到老太太说的那种最可怕的结果出现了 这回来的肯定是个深海里的恶鬼 你别过来 不然我就 刘震丽拿着锄向老太太挥了几下 可是实在是下不去手 那毕竟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啊 可是那老太太啊 也不知道是被什么给上了身 完全失去了理智 不由分说 猛的就向刘震丽扑了过来 她当时吓得闭上了眼睛 耳朵里只听到老太太发出一声惨叫 接着呀 脸上就似乎有热乎乎的液体喷了过来 等她再一次睁开眼睛时 马上就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傻了 只见那把锄啊 深深的钉在了老太太的脖子上 鲜血喷得到处都是 那老太太挣扎了几下 就躺在地下不动了 那时 刘震丽才有点清醒过来 明白自己杀了人了 而她的妻子啊 听到里面的动静不对 也跑了进来 看到她满身鲜血 也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刘震丽用颤抖的声音 跟老婆讲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她知道她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没有人会相信 恶鬼上身这种话 但是一个老人却是真的死在了自己手上 自己也变成了不折不口的杀人犯 我确实是杀了人 我是个杀人犯 这些话啊 我自首时跟民警也说了 可是 没有人相信 他们拉我去做精神病鉴定 刘震丽讲完了案情精获 但是她对审判结果 却不保什么信心 这样的事 的确没有人会相信 法庭也不会采纳 她的这个案子啊 要是按照我采访的来报道 一定会很有卖点 但是我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